大家好,又是每日生存影片的時間 這條影片真的不錯,所以大家看完喜歡記得訂閱,幫我分享 好,終於可以播出這條影片了,武器之奧義 我覺得這個名字改得很好,不要亂來 這條影片拍很久,因為我最近已經打夠了一把全改手槍的藍圖 但沒有其他後續,我其他武器做不到全改的話,我拍完一段就沒有後續 所以我就維持了很久,終於可以做第一條影片 這條影片說的是什麼呢?就是樂樂克十七色手牆 這個名字很奇怪,大家全名真的這樣 這條影片我不會用紫色藍圖為主 因為紫色藍圖太難拿,就算課金也還有機會重複 所以我會以白色和藍色藍圖為基礎 儘量平民,大家可以靠努力去拆出來 就可以成功改裝一個全改的武器 其實就算沒有紫色藍圖,全改武器都已經很好用了 首先會解釋一下槍械或者武器的屬性是什麼 然後會有藍圖的分析和推介 最後會有實測的影片,做一個比較 希望可以讓大家比較容易理解和明白 可以快點做到一把全改的武器出來 OK,好,馬上去片 首先是殺傷力,殺傷力大部份武器 一個加好都是加5%的傷害 但是手槍是加2.5% 然後是範圍,如果是機槍或者是追擊槍 你再加一個範圍是可以在地補上屬到某些怪 尤其是3樓很多這些位置 重量官方說會有影響炮速 但是我不太清楚,不知道是否未實裝 接著先說速度,速度很簡單 就是射速,越快就射得越頻密 持久力就等於內角度 持久力越高,你的槍就越內容 爆擊傷害力是挺特殊的 如果你是0,沒有加過任何東西的時候 你是不會爆擊的 我暫時玩了這麼久的實測,都是不會爆擊的 然後爆擊的機會就是爆擊率 當然越多就越爆 最後是噪音,裝了滅聲器之後就會沒有 只有有和沒有的分別 接著就是藍圖的推薦 手槍中有5個部位可以改裝 彈劍的部分最推薦的一定是這個擴展彈盒 因為很明顯它的射速比人多,有兩個加號 另外一個就是持久力的兩個加號 這個非常之重要 因為加了這個之後,你的手槍更加耐用 而且之後這部件的改裝會有持久力的消減 所以其實可以抵消一下 而上面寫的優先度高 即是說,如果新玩家可能我打到好幾個藍圖 但我的材料不是太多 那我改哪個先呢? 我建議改了這個線的手槍 因為你只要改這個藍圖 其實你的攻速快了 你的持久力多了 所以已經有一定明顯的改善了 那把手槍 所以是很值得的 唯一的問題就是你會看到 它的材料裡面有這個槍械的零件 可能開頭比較難拿 如果新玩家說沒有那麼多 那我建議你忍受 因為在這個部位,另外那兩張藍圖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用 OK 第二個部位是瞄準鏡 瞄準鏡 那兩個指圖好像是官方沒開 暫時未見到玩家說有 這兩個好易做選擇 一定是右手邊紅點鏡 因為左手邊兩個都是加這個暴擊傷害力 因為要加了這個才會暴擊 但是左手邊還減回這個暴擊機會 其實也很無聊 而這兩個部件的優先度 我覺得不需要太急 當然因為你沒有暴擊傷害力 你不會暴擊的 所以你純粹想弄一個紅點鏡 你試一下有沒有暴擊 是可以的 那你自己衡量一下四個鏡片的價值 你覺得高不高 好,第三個改裝的位置 制動器 大概有四個 紫色那個是滅聲器 我還沒打到 而且我也不推薦用紫圖 因為我沒有 其實 這三個選擇 首先說中間的 我一定不會推薦 一來機械零件有18個很多 二來也是為了做暴擊 但同時減暴擊機會 其實很奇怪 設定 沒什麼必要 然後第一和第三個 基本上他們加減技 差不多 完全一樣 唯一就是長炮口制動器 多了一個暴擊機會 而用的材料也差不多 所以當然是多一個交號 所以就選擇第三個 但為什麼這個不是高優先度 因為它會減持久力 所以當你沒有彈夾的時候 你會減低你的手槍內疚度 所以不是最高優先度 就是這樣 雖然我沒有 但給大家看看 紫圖的滅聲器 有幾種屈機 還有材料也很屈機 第四個是開關器 其實這裡有兩個 我都可以選擇 當然如果有紫圖就最好 這個紫圖是非常好用的 不過還沒打到 首先說中間那個 因為中間那個是不推薦的 首先它要比較稀有的槍系零件 同時它還要減傷它 所以那個部件是純粹為了爆擊而做 其實真的 沒什麼必要 然後第一和第三個 其實我自己選擇的時候 就是狗結 但是第三個其實 如果你想做一把爆擊型的手槍 配合其他都選擇了爆擊型的部件 我覺得可以用一用 用彈夾來抵消 持久力的燒減 如果不是穩陣一點 玩普攻 即是偶爾爆了兩下都足夠 我也算穩陣 選擇這個 改良開關器 第一個 第一個和第三個都會加速度 第一個改良開關器 就會加記錯傷害力 兩個加號 而且材料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覺得不錯 而且它的優先度高 就是因為當你如果沒有部件增加這個 暴擊傷害力的時候 你是不會爆擊的 所以就算它減了這個暴擊機會 其實也沒有什麼影響 你可以純粹弄了這個 才來增加基礎傷害力 以及攻速 另外提提提 這個開關器位置的部件 全部都會加速音 所以如果你要裝滅聲器 這個時候 是不可用這個部位的任何部件 滅聲器的效果都會失去 除非你有指圖的精英開關器 OK 沒事了 最後第五個位置 只有兩個給你選擇 就是不同顏色的激光 這個時候太明顯了 一定是選擇綠色激光 但其實我以為是紅色 是代表比較強 OK 綠色激光很明顯 除了這個暴擊傷害力少一個加號 它還加了兩件 所以不用考慮 雖然它的造價確實比較貴 因為有很多槍牙零件 但為什麼這個優先度高呢 就是如果只能選擇一個 你弄了這個 其實你有基礎傷害力 而且它有爆擊傷害力之後 它就會有機會爆擊 所以其實前期如果只能選擇一個男朋友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一個重點是你裝了之後 很帥 OK 這就是根據我推薦的總材料 這個需求非常可怕 應該沒有算錯 不過就算算不算錯也很可怕 所以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不跟著也可以 最重要是送到你喜歡的 你全部充爆都可以的 插播一下 如何盡快全改一種武器 就是靠回收斬 因為你分解的那種武器 它會出現只有那種武器的藍圖 所以你不斷丟同一種槍 就會比較快可以拿到那把槍的所有藍圖 其實我真的很快更新了 因為沒有時間我已經可以全改手槍 因為我把所有的槍都丟進去 但如果正確做法或是生玩家資源比較少的時候 你先把一些比較殘缺 沒什麼耐久度的槍丟進去 先升級 把槍械回收等級升高 機率高了才會分解高耐滿耐的槍械 因為高耐甚至滿耐的耐久度槍械 可以吃足它的機率出現的物資 如果你只有一半耐久度 你把那些倍率減半 大概是這樣 我最初因為很急想玩蓋槍 所以我就不斷丟進去 其實一開始我只有7-8等級的槍械等級 其實也有多於10%的機會出藍圖 所以當我10-20等級的槍械等級的過程 其實我都分到3-4張藍圖 但用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槍 好嗎? 這樣做就一人二人吧 看自己資源有多少 不急的 收玩格慢慢玩 OK? 好 如果你是跟著影片去看 我相信已經很了解整個 手槍應該選什麼藍圖 怎樣去改 希望我推薦有用 這個時候就 改一次給大家看看 在過程中可以看到上面的數值 加加減減 其實每次改裝的所有部件 都可以隨時選擇 取消了它 拆除了它 亦都可以撞回 但前提一定是你已經學習了 好 另外提提 打回來的槍 本身有部件的話 你可以任意改裝 也都可以拆除 唯一的重點是 如果你還沒學習的部件 你拆除了不回 但如果有時候 好像打過滅聲器的槍 只有滅聲器 但沒有其他部件 我可以自己補回其他部件 只要我學了 就可以加強它 這就是我推薦藍圖 那把手槍 寫傷害是22 但實際的傷害是有23 裝了這個激光 真的很帥 功速快了 3.8 再給大家看看 這個角度在遊戲中的實物是怎樣 給大家看看 打回你已經有滅聲器的槍 剛才我所說的 一樣可以任意去改造 你想要的部件 但留意這部件會抵消了噪音 滅聲器的效果就會沒有 OK 之後我們準備看看實測的片段 實測當然是找到最好的對象 500血的巨肥 OK 你會看到現在先用一把沒有蓋裝的手槍 很正常的20傷害 很正常的攻速 改版之後稍微放一點 同時也沒有任何的爆擊 好 接著是我推薦的這個 所謂相對平民的全國的手槍 我想找一個比較好的角度 所以 拉了一會兒 好像我剛才所說 傷害是23 然後有機會爆擊 爆擊傷害是34 我自己用的經驗就是 打一個巨肥 通常爆到兩下左右 看人品可能近到 射速也明顯快 不過再清楚一點 我們分評比較 仔細看 對 由於沒有辦法硬吃巨肥 太多一下 所以只能錄得這麼短的片段 比較 盡量同步 上算準確 在這個相同的射擊時間 基於攻速和基礎傷害的差異 傷害多了40多 而且是未爆擊的 所以魚雀爆擊的時候 傷害會更加明顯 所以其實改裝槍的差異 真的挺大 影片最後當然是用萬斯來做測試 我經常都這樣做 每天都有些數字可以看到 其實手槍當然未至於可以追到這個散彈槍 但是改裝了是有幾大功效的 我自己看 我覺得手槍最主要的重點 如果穩固就是基礎傷害 但是長遠你打到指徒來說 其實講求的是攻速和爆擊 因為無論你怎樣改裝 你都沒有辦法做到四下 可以殺到一隻一百血的怪 你只能靠其中一刻爆擊才能做到四下 因為他應該不會超過25攻 但是按照我推薦的簡單的改裝 其實偶爾有一下爆擊 我已經省了一下 一下比沒有好 四下可以殺到一隻一百血的殭屍 如果很多時候手槍會用來 還有一個用途 就是殺一些快的怪 所以攻速是改裝的一個重要環節 因為現在沒有快速攻擊 所以改裝了速度之後是挺有用的 可能打巨肥那類怪的話 你手槍基本上這樣的改裝 其實已經有明顯的效果 所以說紙圖是否必須呢 當然好 但如果沒有課金的話 要比較長的時間 因為我手槍只有兩張紙圖 所以我就推薦這個 相對平民一點的改裝 希望可以幫到無論是新玩家或是老玩家 希望影片有用 我自己很喜歡這條影片 一來我對改裝很有興趣 一來我剪得很開心 我覺得這條影片剪得不錯 希望大家喜歡 幫忙讚好 有任何意見可以留言 麻煩大家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我希望可以多些人看到 因為我都很花心努力做這條影片 亦想和大家分享 我喜歡這個遊戲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這個遊戲 所有的資訊 不妨也分享到其他地方 FB也好 分享給朋友 親朋戚友 三姑六婆都可以的 好了 今次武器之奧兒 就到這裡 之後很快我會出這個散彈槍的影片 因為散彈槍我已經打齊了 還出了一張紙圖 OK就這樣 下次見 拜拜